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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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上微博 参与2023世界中学生汉语桥 2023世界小学生汉语桥 话题互动 和全球热爱中文的青少年 共化中国情 今天的汉语桥全体中小学生 来到了最期待的一站 云南野生动物园 我妈妈很喜欢头鸡 因为太熟了 哎 好吃吗 今天的快乐都是动物园给的 每个孩子都能在动物园 找到自己喜欢的动物 最喜欢的动物是熊猫 我最喜欢的是狼还有狮子 当小朋友遇到小动物 快乐就变成了双倍的 欲教欲乐 小朋友们还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我会有关于猴子的成分叫 尖子猴筛 猴头猴鸟 鹿鹿为马 鹿死水手 接下来我就要进福利宫了 好期待啊 看完了动物 汉语桥又带着小学生们 穿越植物王国福利宫 小选手们也对这些奇妙的植物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和讲解员老师一问一答 学习的氛围非常浓厚 我喜欢福利宫 很多植物 很喜欢这个植物园 汉语桥为小学生们 准备了一堂关于植物的中文课 孩子们积极参与 认真听讲 还参加了一场小小的测试 又是收获知识的一天呀 我觉得福利宫非常有趣 然后里面的花还有植物 非常的美 就像游戏的场景一样 我今天考试 我觉得考得很好 考试考得我觉得 这把吻了 快乐装吻 快乐装吻 小学生团队里 有一位叫威廉的小朋友 非常亮眼 他长得很像哈利波特 非常可爱 我叫威廉 我今年十岁 是一名法国和立巴兰的混学 在新加坡出生活 生活在塞培路斯 所以我是一个 赚来赚去的小孩子 和很多志愿者 都能自如地交流 也能和工作人员 达成影片 你也曾列次的 好朋友 我吃的好多 对 就这个意思 胡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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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小选手关系也很好 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简直是个小小万人迷 他的中文很好 我想跟他学 还有他很有 他和他很友好 所以我要跟他做朋友 威廉的爸爸因为工作原因 会经常带家人 去世界各地采风 这样的经历 拓宽了他的眼界 让威廉小小年纪 就精通了五国语言 我从小的时候 觉得语言 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想要用这个才能 能去学习更多的语言 这样我长大的时候 能交流 我也能选我要去的地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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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卡丽梅拉 还有什么 还有hello 威廉是个情商很高 很有善的孩子 他会经常夸志愿者姐姐很漂亮 对于帮助他的人 他也积极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 学习中文的老师 不管是成语 古诗 还是陌生的汉字 他都在评审游玩的过程中 丰富了自己的中文储备 他叫胶砖 他的尾巴怎么浪 他的尾巴特别长应该是 一个叫雷霆 一个叫妄军 雷霆 意思是非常有地面 额额额 气象像天歌 白芒乎绿水 徐桑波清波 我们爱中国 所以我们想继续教练 这是一个未来的机会 这是一个祝福的 他能够说这些语言 这是一个祝福 他也喜欢学习 他也是一个快学习 我希望他能够 成为一个幸福的生日子 在本届汉语桥小学生组的选手中 有一对关系特别 来自俄罗斯的士生 五年前我成了叶琳娜老师的中文学生 对于达雅 叶琳娜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达雅的状态一直很不错 他热爱学习 他不怕吃苦 达雅他经常参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活动 他喜欢中国传统舞蹈 还喜欢快板 我有很多兴趣爱好 我喜欢花圆滑 编起码 画画的塑造 学习空中体操 即使有这么多的爱好 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升 但他一直没有中断中文的学习 今年 达雅以全俄罗斯汉语桥小学生组 选拔赛第一名的成绩 来到北京参加第三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 特别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学习汉语特别有意思 长大后我想单翻译 兴致正高的达雅还接通了 他远在俄罗斯爸爸的视频电话 爸爸你看我现在在昏明夜深动物园 我看大小猫 他特别可爱 进学校 进家庭 游学观摩 中文基础考试 在云南的这段日子里 让达雅更加认识了中国 了解了中国 更热爱上了中国 大小猫 我喜欢 达雅加油 我爱中文 中国 中国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